因为前韦诗豪放弃了葡萄牙的刘洋 在中国踢球赚的实在是太多了 当谈到自己为什么回国时 韦诗豪直言不讳的这样回答 短短的几年 韦诗豪就从比拿野拓势还要出色的天才少年 变成了一个属前的机器 失败的刘洋之旅磨平了韦诗豪的梦想 却丝毫没有磨平他暴躁的脾气 刚回到中创的韦诗豪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刺头 挑衅对手 凶残犯规 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的脏话 尽管在中创偶尔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但因为过于自负和暴躁的脾气 也让韦诗豪吃了不少亏 然而在卡纳瓦罗的调教下 韦诗豪渐渐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球场 而如今加盟武汉三镇的韦诗豪再次因为辱骂开叹 被中国足协处以六场停赛的处罚 作为国足童年龄断的佼佼者 韦诗豪的球场表现让人又爱又恨 但暴躁的脾气让他的成长轨距 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的想象发展 中国男足马上要面临失欲战和亚洲杯两大重要赛事 各位觉得这样的韦诗豪会为国足出多少力呢